140架战斗机 十多艘军舰 9万名美军官兵 美军调兵前将斯坦尼斯号航母和林肯号航母会是地中海 这是20年来美军最大的一次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美国人甚至毫不避讳 声称这是对俄罗斯的20万吨的航母外交 为了就是给俄罗斯施压 斯坦尼斯号航母和林肯号航母 分别是尼米斯级航母的7号舰和5号舰 代表了美国海军最精锐的作战力量 在美军的军事部署行动中 一个航母战斗群的部署意味着炫耀武力 两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一地意味着强烈的威慑 三个航母战斗群部署一地意味着做好了战争准备 通常这样的部署都是威慑比美军实力弱小很多的国家 基本上两到三个航母打击群 就可以灭掉一国的军事力量 但是针对俄罗斯 美军一般情况下不会使出这样的招数 因此部分媒体评论称 这是非常罕见 也是前所未有的 对俄罗斯发出威胁 在绝大多数时候 俄罗斯的潜艇是美军自为忌惮的精实力量 基本上美国航母战斗群 不太可能在这种威慑下占到便宜 那么为什么美军还要这么敢 分析称 其一是在争东战场 俄序占据非常大的优势 已经胜嵌在握 美军似有不甘 但也无可奈何 只能拉两艘航母摆个阵势 赢货一点颜面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测试衰落的俄罗斯海军 还剩下多少功力 当然 美俄都想试探彼此之间的真实实力 在美军将两艘航母 回尸地中海之后 俄罗斯方面也迅速回应 被激怒的俄罗斯警告美国 你们是了解俄罗斯海军全艇部队的 俄罗斯的全艇 现在可能就部署在 美军航空母舰的身边 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将美军的两艘航空母舰 的能力干嘛还要前来送死 俄罗斯方面声称 对于俄罗斯来说 美军的两艘航空母舰 就是两个大型的移动把船 俄罗斯有能力将美军 引以为傲的万吨巨兽 变成海体废铁